与白色力量结盟的武党级彰化县长参选人黄文宁 亲自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除了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父母接上台力挺外 包括前彰化市长叶满盈 前立委级国洞等各界人士也出席参加 武党级台南市长候选人葵季 Friday 林一峰也神秘嘉宾身份登场 推崇黄文宁是适合的彰化县长人选 现场也涌进千位民众到场支持场面热闹 慧众林一峰表示 黄文宁这个管长出来参观 他切数跟别人不一样 到我雷冬生几乎90% 所以我感觉中华一定要这些 我们把纳热放两边用一个摆中间 因为我看法就是无情 不管纳热只管纳热 好软 因为黄文宁后来说过一句话 要让台湾看到中华 中华来改变台湾 我感觉非常之后的一个参观人员 所以我今天就感觉说 来这里来站台的 我感觉是我的影响 还是我们全国的 全民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 黄文宁父亲老县长黄诗诚指出 政党都没有都是诈骗集团 那如果是政党人员 台面上都是诗骗集团 所以照片集团跟诗骗集团的时候 在台湾 台湾哪有可能 所以一定要有新的力量出来 像文灵 也像清雄市长 让我去身体给你赦文筋 同样的 我都骗集团 这都很优秀的 所以这些人台湾 如果这些都骗集团了 我们没去到台湾才有希望 我们如果存在我们的凶寸 演技就完蛋了 黄文宁则说 他主张白色力量结盟 希望能结合台北 彰化 新竹 台南 嘉义等白色力量 一起反转台湾 结合起来希望把 这个在每个地方 包括台南 包括可能新竹 桃园 其他的包括嘉义 云林等等 高雄都有白色连线 支持的认同的这些朋友们 大家都能够连线起来 现在中华跟台南 back crazy连线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让彰化的年轻人 都能够返回来 这个彰化 来就业 然后有这个好的薪水 有好的工作 调解工作的这个机会 黄文宁上届参选宣长落败 这次卷土重来礼拼胜选 获台北市长 柯文哲父母支持 希望能在蓝绿正宁外 以白色力量突引而出 号召选民选出不一样的宣长 众部新闻中心 彰化采访不到